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特尔公司副总裁 英特尔中国软件生态事业部总经理李硬博士 以及微软生态伙伴事业部徐明强博士 欢迎两位博士的到来 大家好 我是英特尔的李硬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通过线上的这种方式和大家进行交流 尤其是在世界地球日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大家好 我是微软生态伙伴事业部的徐明强 今天非常期待和大家在线上的互动 非常欢迎两位博士的到来 微软英特尔AI for Earth地球日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年 2020年我们发起了AI for Earth AI爱地球这一品牌 邀请了四位英特尔与微软的技术大咖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 帮助开发者了解AI赋能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案例 2021年以英梦集结 微爱来战为主题的黑客松 吸引了几万名开发人的关注 几千名开发者参与到了比赛当中 学习和交流AI技术 2022年 十几只企业团队参与到了云车竞技 马到成功这一主题黑客松 我们赋能开发者使用英特尔和微软的AI技术 打造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案 在2020年首次AI for Earth系列活动上 英特尔和微软的老师们详细分享了 双方在赋能和可持续发展上的战略目标 到今天已经三年时间过去了 这些目标完成得怎么样了 英特尔和微软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让我们请两位博士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那我们先请李博士来做一个分享 可持续发展 一直是英特尔我们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和一个目标 我们的CEO Pat Galsinger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技术本身无所好坏 是人决定技术让人类更美好 还是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所以他回到英特尔之后 就制定了英特尔Rise 2020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 那么Rise其实是四个关键的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履责 让运营如何履责 让我们的供应链和整个的一个供应链的负责任的矿产 变得更加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包容 文化的包容 如何让整个的女性和少数族群能够在整个的公司的领导者中 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第三个是可持续性 那么包括整个的业务的模式和业务的发展 能够更持续的发展 那么第四个关键词是负能 如何让我们英特尔的产品和技术 真正的为人类为世界做出贡献 所以RICE的这四个关键词 也就是整个的履责包容可持续性 以及负能的这样的一个四个字的缩写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 英特尔整个持续的我们投入了950万的美元 资助了符合RICE战略核心的六个领域的63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范围横快了整个包括无障碍的环境建设 经济服输教育健康和生命科学 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性的气候 其中67%的项目采用了英特尔的相关的一些技术 来应对和困扰整个社会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那么整个一年过去之间 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成个和大家进行分享 英特尔在过去几年 我们投资了很多的新工厂 让真正的英特尔的技术 为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 那么通过Mobileye 我们也能够持续地推动 整个汽车行业的社会责任 目前有超过一亿辆的汽车 从英特尔相关的技术中 获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效益 那么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 我们也朝着我们的资金的目标 进行整个的迈进 在整个的一年中 我们节约利用水达到了93亿的加仑 那么有23亿的加仑的水资源 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挥霍 那么在我们建设 更有包容性的员工的队伍中 我们也已经超过我们原来制定的目标 有整个的包括女性和少数族群的领导者 已经超过一倍的这样的数字 那么我们也积极应对自然灾害的各种危机 资助了13个国家进行灾后重建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源者 也参与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服务 社会的公益的一些项目 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听得真的是让人非常激动人心 那要不我们也请徐博士来介绍一下 微软整体的一个进展 好的 就像Intel一样 微软也是一个把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当作己任的这样一个公司 那我们为自己定了这样两个目标 到2030年的时候 我们将实现副排放 那50年的时候要把从公司成立 到当年所有在大气当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全都清除 那常见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包括哪些碳排放呢 那是三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工作 因为员工的开车的尾气的这种碳排放 那这是其实是极少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比较大一点 那就是整个全球公司运作 用电带来的碳排放 那更大的一块呢 是不光是我们公司的 还包括我们的生态 包括我们的这个供应链 包括别人用了我们的Xbox 他用的电 这都包括在内 那我们投入了10亿 到这个气候创新基金 当然大家说10亿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相对小的一个数目 同Intel一样 我们是说要发起更多的公司 投入进来 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的一些进展 那这个是2021年的这个数据 大概我们从四个方面 从碳方面呢 我觉得就回到刚才 供应链的这个碳排放 我们非常高兴地报告给大家说 我们81%的供应商已经主动向这个Curban Disclosure 已经报告了他们的排放量了 那我们最后想达到的目标是百分之百 因为必须能衡量才可以优化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得了一个美国的这个水桨 叫Water Award 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在Arizona那个州 我去过 那里是非常非常干的一个地方 那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都非常像针一样 非常小 为了存活 那在那里我们有个数据中心 那我们数据中心就尽量少用 在一年一半的时间不用水来制冷 只要那个气温达到29度以下 我们就用自然的这个气温来制冷 所以就得到了美国水桨 另外呢 在数据当这个废弃物呢 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是70%的电子废弃物 来用来做土地的填充物 那这其实对我们的河流 对空气都会造成 还有土地造成极大的污染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数据中心 随着越来越大 我们在34个国家 有200多个数据中心 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电子服务器的废料 那我们在做了循环中心 在循环中心当中 那要在这个两年后呢 达到90%的电器呢 都能自循环 那回到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呢 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可以回馈社会 我们用了相当的一笔资金呢 来购买土地 保证这个土地在10年到30年内不被开发 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这个 现在的一个汇报 那我们看看在下一年呢 22年虽然没有数据 但是我也是可喜的给大家汇报 我们在那四个象限呢 都达到了目标 这里可以期待的是 2023年5月份我们会发布一个 就是在两到三年以后 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里程碑 5月份可以期待 那下面我们看 如何在这个实践当中体现出 如何用技术来赋能 来保持可取其发展呢 那下面我想用三个例子 那三个例子是我们两岸三地的这一些应用案例 一个是我们中国内地呢 我们和一个自然保护中心的一个合作 通过因为有很多的像这个雪豹啊 都是非常稀有的动物 如何保护它 它们首先第一要先要跟踪好它们 那跟踪的过去的挑战是 AI的一般相片呢 在树荫底下有时候就没办法捕捉到动物 那么用这个红外来训练红外相机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可告地捕捉到动物 那自然能够捕捉到了以后 下面就可以监控 那我们建了一些监控的 这些全国各地有一些监控的模板 这样可以非常系统的 实时地跟踪到它们的这个距离 来保证它们的息息地呢 它们能够正常的生活 那这是一个 第二点呢我们看看在台湾 我们所做的呢是和一个King Steel 这样一个制造鞋类的这个公司呢 合作 我们通过帮它们做了数字化转型 更多呢是进入一种绿色制造 我们帮它制造一些可回收的一些植物鞋类 包括生产出来的这个自行车的轮胎 是永远不会爆气的 所以也就不会被丢弃的当作这样废物 就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那最后呢我们看看在香港 我们的做的是 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弱势情提 它们连三餐都没办法得到饱足 然而呢在其他地方有 这个非常数十吨的一些食物 被浪费掉 那所以我们这个AI for good呢 就赋能他们当地一个叫西食堂 在超市 在一些饭店里 及时把一些还可以食用的一些食物呢 收回来 当然不是给他们一些吃这剩下的东西 我们通过中心土房再重新烹饪了以后 而且营养配置合理的 最后是通过供应链 分发到那一些弱势群体当中 让他们能可以及时能够吃到可口 温暖的饭食 刚才徐博士分享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 那么在英特尔 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故事 跟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知道实际上在食物中 很大的一部分浪费是由于农产品 由于过期或者过制 由于变质的情况下 所造成的浪费 那么根据各种统计 基本上整个全世界每年有超过三万亿的 这样的农产品 由于过期 由于变质 而达到了浪费 而被迫的人舍弃 那么我们的英特尔的员工 其实很有意思地发现了这个特点 那么他在食堂中发现 那么多的水果 有些变质 有些变坏了 那么没有办法很及时地选出来 那么他在想 我们能不能够用过技术 用AI的方法 能够很自动地判断说 水果的情况怎么样 食物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 然后产生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就是说 通过计算机视觉的方式 能够实时地监控 在超市和商店中 各种水果 各种新鲜食物的一些情况 如果说食物已经变质 或者已经过了保质期 那么通过AI的方法 能够很精准地 自动地给他们打散标志 那么整个电源 和整个的这样的超市 可以根据这些标志 尽快地做出举动 或者是说通过促销的方式 让快过期的食品 能够很快地卖出去 或者说一些过制的东西 能够很快地 高效的方式进行处理 那么所有的这些 都是通过AI 通过技术来实现的 那么中间使用的 也是我们英特 大家比较了解的 OpenVINO的一些技术 那么通过OpenVINO 我们能够把整个的 计算机视觉处理 和推理的过程 能够有几倍的 这样的整个的一个 很快的一个效率的提高 帮助我们整个的 食物的使用的一些 整个的一些变质情况 能够大规模的一些降低 所以这只是一个 很小的例子 那么在英特 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例子 跟大家进行分享 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 一个例子 是一个如何通过 AI的技术 帮助一些残疾人 能够恢复 他的一些独立运动 或者说独立自主 活动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个例子 其实是个 很有意思的例子 但是我看那个 录像的时候 我也非常非常 激情感动 他的故事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胶片中 这个中年人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飞行员 那么非常非常的 活跃 参加各种运动 那么很不幸的过程中 他在参加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冲浪过程中 被一个巨浪所 邪导 所以他整个的 脊椎受到了损伤 那么从头部以下 全身都已经 完完全全 没有办法进行活动 那么英特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发现其实 在整个世界上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行动受限的 一些人员 据我们的估计 有超过50万的 这种员工 那么我们也在想 是不是可以通过技术 能够让他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独立 睁眼变得更加荣誉 那么英特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 开发这个技术 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 计算机视觉 能够通过 这样的人员 他的面部的表情 做出各种表情 然后准确地判断 如何去控制 他的轮逸 这个我们叫做 智慧轮逸 的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通过 智慧轮逸 的技术 那么残疾人 可以很快地 通过表情 控制他的轮逸 前进 后退 转向 各种通作 那么这个 其实推出来之后 其实得到了 很好的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判断 有99%的 这样的精度 而且通过 11种表情 能够很快地 让这些残疾人 能够恢复 他的这样的独立性 那么在整个 解决方案中 从硬件 是使用英特的 这样的硬件 从软件 使用英特的 OpenVINO和这种技术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 如何能够通过AI 通过技术 让我们的人类的生活 变得更美好的 一个例子 那么最后一个 小例子也是 刚才跟徐博士讲到 其实数据中心 已经越来越成为 整个全球 碳排放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根据 我们的统计 实际上 整个数据中心的 耗电量 它的能耗 占全球能耗的比例 持续上升之中 已经达到了 30%的 这样的比例 而且每年 还是以12%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往前进行增长 那么我们也 可不可以通过 一些AI的技术 人工智能的技术 针对数据中心的 一些使用的数据 然后进行处理 精确的时间控制 比如说 如果服务器 不进行 很大规模的 这样的一个 Active的计算的时候 能够 是不是可以 使它 整个的运行速度 或者说是 整个的运转的情况 能够降低下来 能够把这个 能耗降低 那么 英特尔也 我们和我们的 合作伙伴一起 也开发出 各种的人工智能的 对数据中心 整个的一个 控制的技术 我们通过 这种实时 控制的目标 将平均能耗 能够降低 30%的比例 在里面稍微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周 我们在北京 有英特尔的 可持续发展的大会 在可持续发展大会中 我们也可以 跟我们中国的 合作伙伴 一起来分享 如何通过 各种新的技术 比如说水冷 或者其他一些技术 不仅仅能够 降低服务器的能耗 也能够降低 PC和其他一些能耗 如果大家在北京的一些 各位的合作伙伴 或者各位同事 可以进行去 我们的英特尔的 整个的 可持续大会中 去探讨更多的一些技术 非常感谢 两位博士的一个分享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 包括我们的 一些企业用户 以及我们的开发者 也可以去参与 北京的这场 英特尔的 可持续发展的大会 我们非常期待 与大家在大会上相遇 那听了两位博士 分享了这么多的 绿色案例 有减少食物浪费的 有保护动物的 也有绿色的 数据中心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我知道 英特尔和微软 其实是多年的 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 一定有过非常多次的合作 能否请两位博士 针对双方共同合作 做的一些案例 来为我们做一些深入的解读 要不我们请 李博士来介绍一下 好的 我觉得如果 从IT的发展历史来讲 如果有一个合作关系 或者合作伙伴 是一个最好的合作伙伴 那就是微软和英特尔 大家可以从计算机 从IT发展的第一天开始 Wintel这种模式 其实一直是 业略合作的一个典范 那么在过去的 十几二十年中 我们也从PC方面的合作 到数据中心 到现在云的合作 英特尔和微软 一直是我们 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 那么可能大家 老子里面想到 英特尔和微软的合作 可能都是说 英特尔是不是负责硬件 微软负责软件 这样的合作模式 那么其实在AI 在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想讲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是如何英特尔 通过软件的技术 和微软的语言 或者说语言实际上的 这样的一个硬件 合作的模式 跟大家分享 大家知道最近 大模型非常非常热 非常非常火爆 那么实际上 在大模型的运转过程中 它需要的 整个的一个模型的 一个算力 或者说需要精度 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何能够对模型 进行持续优化 持续的训练 来同时能够保证 整个项目的投入 或者人耗的降低 其实是一个 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英特尔和微软 我们其实在 BERT这样的一个 大数据的 这样的一个 大模型的过程中 我们有个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 其实是在 Azure机器学习的 CPU的强大算力 情况下面 我们如何通过 英特尔的技术 一方面提高 持续提高 大模型的精度 同时能够降低龙耗 那么在其中 用机到非常关键的 几个英特尔的技术 首先第一个技术 是英特尔推出的 Optimum 这样的一个 Optimum Intel的 这样的一个大模型 在提高精度的同时 能够更好的 对英特尔的硬件的使用 能够提供优化 能够达到更好的 这样的使用效果 同时通过英特尔和微软 我们一起共同合作 开发的 ONX runtime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在后台上面 使用了OpenVnode 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Integration 那么通过这样的 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Integration 或者ONX runtime 这样的情况 我们能够持续地压缩 模型的体积和参数量 降低这个项目的投入 同时能够保证精度 能够提高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 无论是训练 或者是说 推理中的 这样的一个 整个的优势 那么根据我们最后的 这个整个的模型 之间的一个对比 不仅仅我们能够保证 模型本身的精度的同时 而且整个的一个 运行的效率 得到了大规模的 这样提高 有三倍的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这样一个规划 这样一个提高 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能否请徐博士展开 再问我们讲讲 Azure以及Azure机器学习 那我们在做 Azure机器学习 这个部分呢 就是考虑多 虽然有强大的算力 有非常好的 开源的框架 那么如何 让这些技术 被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到 那我们从设计上 理念呢 让每一个数级科学家 可以非常简单地 把自己的notebook上传 然后可以非常方便地 拣选到 他所需要的CPU机群 而且他的模型 如何适配 他的算力 都可以非常简单 可靠地掌握 那刚才还是回到 那个我们的 有残障的专业人士的 就如何给了我一个启发 就是如何我们用 OpenAI的技术 可以通过语言交互的方式 把这些先进的能力 可以让那些手脚 不是很方便的专业人士 也可以跟他们互动 让他们很好的可以使用 这样先进的算力 以及先进的框架 非常感谢徐博士的分享 我们也观察到 最近这个AIGC相关的讨论 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热 包括在科技界都引起了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AIGC呢 G AI Generate Content AI生成内容 现在呢 有非常多的AIGC的工具 可以生成文案 PPT 可以生成图片 画作等等 那么两位博士是如何去看待 AIGC下一步的一个发展呢 那我们先请 李博士来介绍一下吧 AIGC现在非常非常火爆 可能大家在微信上 看见朋友圈 可能每一个群都在讨论 AIGC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 大家对未来的一些 或者说一些预测 或者未来的一些恐惧 或者未来的一些的 整个的一个憧憬吧 那么其实我们看整个 AI发展的整个历程来讲 我个人认为 其实是有三个 有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么第一个标志性事件 就是技术上的突破 通过Transformer这个模式 从理论上让AIGC 让AI能够进入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很关键性的 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是 AlphaGo打败李世石 那么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 AI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 非常强大的基础 这个情况 那么最近非常流行的 CHAT GPT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是第三个阶段的事实 是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意识到 AI能够为我 为我自己 为各种案例 做什么样的事情 让真正让每一个人 通过自己参与的方式 能够体会到 整个AI给它带来的 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AI下部发展 会有几个这样的趋势呢 首先第一个趋势是 需要的算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见 大家都在预测是说 下一代的模型之间 无论是它的模型的参数的数字 或者说整个模型的复杂程度 都是以翻倍的速度往下展 最近大家讲的一个是说 以前有摩尔定例 现在有个新的AI定例 也就是说 每隔18个月 那么整个的模型的参数的 翻倍的数字会翻一倍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 这个参数的比例 是超过摩尔定例的 那么中间所需要的算法 也一定会是以新的 这样的要求会越来越多 那么在英特尔 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英特尔的历史 就是如何能够提供充足的算力 让各种应用 包括AI应用上面 能够提供保证 为硬件 为整个的模型的 下一步的发展做贡献 那么最近我们也提出说 未来四年中 我们会提出五个node 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也就是说 能够预先的 从硬件层面上面 为AI的发展的算力 提供更大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保证 那么AI的这样的第二个趋势是 AI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甚至说 如果今天大家看AI技师 都是把它在想象中说 是不是能够辅助人类 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 下一步的AI的 整个的强大程度 可能会不再是辅助人 做什么事情 而更多的是 指导人类说 如何让我做的各种事情 让我做的各种的动作 变得更加理智 变得更加正确 做得更好 一个很简单类比的例子是说 前面讲过 李适时和 AlphaGo的情况 那么在AlphaGo的之后 出现之后 那么今天你看 所有的职业围棋的 整个的围棋选手中 它不再是说 让AI来辅助它来做决定 而是说 AI来判断它说 我这一手 是不是做得正确 如何能够让我的 每一手的效率 更加提高 那么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想当中 那么下一步中 整个AI的发展中 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是 都可以通过AI 让我的思想 让我的行动 让我的举措 能够变得更加合理 所以AI会逐渐开始 从辅助人类变成说 指导人类进一步的 这样下部发展 那么第三个的 很大的特点是说 一定会有新的 我们今天没有想象到的 使用场景 或者案例出现 今天我们大家 还是在 上一代的技术中 在考虑是说 AI如何能够帮助我画画 如何帮我写文章 那我们看见 每一个新的革命性技术 出现的时候 那么最重要的用户场景 最重要的 这样使用方案 一定是 与人开始没有想到的 大家可以想到 最开始用电的时候 大家想是用照明 或者说用石油的时候 想是照明 但没有想到 石油最后成为交通 是最大的案例 大家做互联网的时候 开始想 只是想邮轮网页 没有想到 其实社交媒体 和更多的其他的方向 是最重要的使用案例 那么AI中间 一定也会产生说 我们未来新的 我们今天没有想到的 真正的使用案例 或者重要案例是什么 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我们再请徐博士 也来为我们做一个解读 好的 如何让OpenAI变得非常可靠 就是它回答的问题 要非常准确 第二个是 如何让它的价值观 和我们人类是完全对齐 那这两个确实是我们 微软和OpenAI 下面努力的目标 那先回到这个回答的可靠性 其实它本身 预新链的模型 它里面所较对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可靠的 下面要做的问题 就是通过加强式学习 可以让它的答案 就能够叙述的越来越准确 那我们从GPT3.5到4的时候 已经看到可喜的 这个准确性的增加 那么现在我们在用AI 99%自动化 用AI来纠正 这个GPT的错误 一旦有了这个错误以后 然后它会去迅速纠正 那么我们还有数千名的 AI的老师 帮助它呢 对齐我们人类的价值观 所以呢 1%的对齐 是由人类做提醒 然后99%是用AI 就如同AlphaGos 它通过加强式学习 自己跟自己 在那里对异的时候 这边呢 我们有AI90% 自己跟自己对话 从人类那边 学到的一个价值模型 所以这样呢 将来会彻底杜绝 它这个可靠性的一些问题 以及和人类这个对齐的问题 非常感谢徐博士的分享 在今天参与我们直播的观众当中 也有很多的观众 他们是行业的用户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非常关注企业 在关心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呢 他们会关注 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强了 也发展得越来越快了 那对于企业来说 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去把人工智能 去做一个落地 这块的话 我们想请两位博士 来做一个深入的解读 我们先请李博士来介绍一下 好的 其实今天大家看到 CHGPT或者说 AIGC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种大模型情况下 可能更关注的是说 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人和机器之间的互动 或者说更多的是属于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如何使用AI 但是实际上 在企业中的人工智能的 使用场景 会变得更加的 这样的一个辽阔 更多的更好的一些 使用场景 首先第一个 我个人认为 早晚或者说 人工智能 AI机器是进入企业 其实是一个 大概率或者必须发生的事情 今天可能大家看见的是说 今天我要建一个大模型 所需要的算力 所需要的资源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大家可以看见的数据是说 需要可能三万片GPU 几千台服务器 那么站在企业在讲说 会不会说我企业 没有这么大的一些 硬件资源 人才和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投入 能够保证实现 但是我们知道 随着摩尔定力 往前发展 那么每隔18个月 整个的算力会提高一倍 也就是说 在未来4到5年中 今天这样大的一个 需要超大规模集群 能够实现的大模型 那么在未来几年之后 那么在企业内部 如何实现部署 如何实现使用 其实是一个 非常可能的一个 大概率事件 这是第一个 我个人观点 那么你想到说 如何这种大模型之后 如何在企业落地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么在企业使用 这样的一个大模型 和今天的这样的大模型 会有各种 很多的不同的区别 那么企业首先要考虑是 如何能够保证 它的数据量 和它的数据的 这样的一个清洗 能够满足 大模型的这种需求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何能够更好的 能够帮助我的大模型 进行在企业内部的环境中 进行调整 进行设计 能够满足 从企业自身的应用场景 和商业角度出发 能够很快地满足业务 敏据性的需求 那么第三个挑战是说 如何保证 整个大模型 在部署的个程中 能够满足企业环境 所达到的这些要求 那么在英特尔 在过去几年中 我们也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的举措 或者这样的一些尝试 比如说我们在大数据方面 有很多的这样一些 大数据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 很好的去把大数据 进行清洗 进行整合 能够供给各种不同的 AI模型进行使用 那么在大模型的构建 和使用调整过程之中 我们也提供很多的 硬软件一体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OneAPI 能够保证各种不同的大模型 各种不同的AI框架之中 能够找到企业 最适合自己使用的框架 同一套的这种硬件 能够进行的结合 保证硬件软件 一体性的情况下面 满足各种AI的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的需求 那么在部署的过程之中 OpenVINO也是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能够在部署过程中 自动的检测 说部署的环境中 所达到的一些要求是什么 从而对模型的使用 模型的整个的一个 部署过程中 最新调整 满足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徐博士 针对这一块 您能不能从 这个过往的一些经验 包括和企业的一些合作伙伴 合作的一些角度 来为我们做一些解读 OpenAI 它的确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 一个是现有的层面 我们看到 无论帮它做好营销 维持好客户关系 帮助更好的内容 有效的生成 以及内部的知识管理 它就立刻可以找到 很多应用的场景 那么我非常同意李博士的 就这样新生事物出现 尤其我们看到 GPT4 它的这种推理能力的 不断地增强 以后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OpenAI的技术 AIGC的技术 会进入到决策的支撑 和帮助的这个领域 非常感谢徐博士的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到 因为AI这个技术 发展太快了 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会有一些数据隐私 然后会有一些算法歧视 等等这样子的问题 在我们实际应用的 一些过程当中 如何去保证 企业解决方案的 一个安全性 如何才能够去建立 可信赖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我相信两位博士 肯定在这方面 有非常专业的一些建议和经验 那么能否把这些经验 也分享给我们在座的一些 企业的行业的一些用户 那我们先请徐博士来讲讲 好的 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 AI这个工具 如果是比作一个灿烂的花朵 那这个花盆就是安全 和负责任的这个框架 和安全的轨道 那我大概谈两点 第一个就是从数据要公正 公开 以及算法呢 需要可解释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从数据的公正和公开 我们之前听到说 美国自动驾驶汽车 他们训练行人的这个数据呢 发现了70%的这个照片 是那些肤色比较浅的 这样的人种的照片 那对于深色人种来说 他们就引起了这个安全上的这个不安 那所以这个是 还有那数据当中的偏见 是需要剔除掉的 从算法的可解释性 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 尤其叫算法 应用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金融 医疗这些领域 它这个算法的模型的可解释性 是对它的应用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门槛 非常感谢徐博士的分享 那李博士 针对这一块 您有哪些这样子的一些经验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我们也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讲讲分享一下 对 前面讲到 大家都在讨论 AI 人工智能 各种热点 其中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如果AI变得邪恶 或者说对人类产生威胁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总会产生各种恐惧 比如说 电开始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 电是个多威胁的东西 汽车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 汽车会给人类产生各种安全的 各种隐患 那么人工智能也是不同 例外 大家都谈论是说 如何保证 人工智能能够真正安全可靠的 为人类所用 那么我想讲的一个观点是说 其实人工智能是一面禁止 它是反映的是 全人类的这样的禁止 那么 人类是邪恶的 那么人工智能就是邪恶的 人类是负责任的 整个的人工智能也是负责任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与其探讨是说 人工智能是可信赖和负责任的 不如探讨是说 如何让为人工智能提出开发 提出使用 提出监管的这样的人群中 我们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 整个的一个 或者说是伦理 或者是整个的流程 保证人工智能能够为人类所用 那么在英特尔 我们其实也在做很多这方面的探讨 比如说 我们提出负责任的AI框架 那么也就是说 在无论是从开始设计 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到整个的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以及是最后部署的人工智能方案中 我们有一个全 end to end 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保证是说 在中间进行分析的时候 从流程上面 从技术上面 从伦理上面 能够保证每一步 是达到整个的方案 是可信赖和负责任的 那么在中间也引入了 各种不同学科的人 因为做技术的人 他很可能 他的视野 他的观点 都是相对比较局限的 那么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包容的种族 不同的 或者说各个领域的这种专家在一起 我们能够保证说 我们整个的框架中 能够更好的满足 或者说让人类可以更信任的 这样各种解决方案 所以这是第一个 从整个流程的过程中 从方案中保证说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是能够真正为人类所服务 那么第二点 就是刚才徐博士讲的 那么AI是一个 非常很强大的解决方案 那么如何能够保证 整个方案是安全的 能够有很好的 能够有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的 这样的一个控制权限 或者使用这种模型 不为一些有恶意的人 所进行入侵 所进行掌控 那么英特尔在过去 这么多年中 我们也一直在数据安全 系统安全 硬件安全 软件安全上面 我们有很大的投入 今天英特尔的技术 不仅仅能保证 从硬件上面 从软件上面 包括整个数据的隐私情况 我们都提出 很多新的一些创新 很多一些精力的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 都可以跟IID技术 结合在一起 让整个AI的解决方案 变得更加安全 变得更加信任 变得更加负责任 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那我们刚刚谈了 企业端关心的一些问题 现在让我们 重新再回到开发者端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开发者关心的一些问题 首先啊 现在AI技术发展得非常快 那么这么快的 AI技术发展 对于开发者来说 有怎样的一些机遇 我们也请两位博士 来做一个解读 那徐博士 我们先请您来为我们开发者指一条方向 方向不敢讲 但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技术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这个生产力 那我就讲自动生成代码这一块 那我们GitHub Co-Pilot 它自动生成的代码 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帮助呢 那我讲一下 所有开发者都知道 当我们开始做代码的时候 一开始一行一行马 一开始其实是这一行汽车的第一档 还是相当的困难 那个说句实话 脑子也不是那么兴奋 直到我们达到快六七十到八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会了 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新的功能我们实现就非常非常的快 那它这个自动生成代码 虽然不是说完全一下就达到你的目标 但是只要达了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从我个人的实践经验来说 那个时候我就相当兴奋了 我可以看到最终 大概是怎么样可以工作的场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第二点呢 就是它帮我们来修bug的能力 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强的生产力的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你的代码 然后呢告诉它错误信息 一同告诉它了以后 然后它就会非常准确的定位 说是哪几行的问题 你还可以说 那你给我建议一个修的方法以后 那它出来的答案十有八九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是正确的 那这完全跟我们过去修bug 经常是我们有句笑话说 我们离bug修的这个距离只有五分钟 但是到底多好个五分钟 我们不知道 所以无论是在产生代码和修bug 给我们强大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 那另外一个给我们的机遇其实就是 让我们更多的能在企业的降本增效当中 能发挥着我们的效率 看到有什么样的场景可以开始落地 非常感谢徐博士的分享 李博士从您的角度上来看 AI的现在整个的一个技术发展 能够给我们开发者在未来带来哪些机遇呢 刚才徐博士可能更多的是 从开发者每天做的事情中 如何让自己的开发变得更加高效 同时也变得更加容易 但是实际上AI技术 跟每个开发者来讲 其实是个双刃键 一方面来讲 有点像小孩进入整个的一个糖果店一样 因为整个AI带来新的技术 新的各种新的产品 或者说新的各种的突破创新 让每一个开发者都会变得更加兴奋 因为你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知识 新的创新 需要你去努力学习 需要你去掌握 但是同时为什么说是双刃键呢 那么对一个开发者也带来一段挑战 那就是说 你很多重复性的 事务性的一些工作 都会逐渐被刚才徐博士讲的 自动代码 自动方式进行替代 那么就今天对开发者带来的机遇是说 如何我能够更好地提高我的学习能力 让我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水平 随着AI一起持续发展 也能够找到是说 在AI新的环境下面 真正能够开发者带来新的价值 新的未来的一些技术 在哪个方面 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开发者 包括我包括徐博士 可能都在无时不刻需要 进行探讨的这样一个话题 非常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刚刚李博士和徐博士也提到了 AI的技术发展得非常的快 基本上是一天一个样 那其实这个对于开发者来说呢 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去理解 然后去掌握最新的AI技术 并且要把这些技术用到自己的生产当中 用到自己的项目当中 那针对这一点的话 两位博士能否给到开发者一些建议 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快速地掌握这些技术 快速地理解这些技术 那我们先请徐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好的 那从OpenAI的技术角度出发呢 现在比较新的一些能力呢 是随着大模型的它的能力越来越强 过去你要用很多的训练的数据 来让它学一个新的能力 这样才能达到企业私域的数据 被派上用场 那将来可以通过简单的提示符工程 Promptor Engineering 举几个例子 就可以帮它做好 那这需要的这个能力呢 并不在于说是技术上的能力 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叫做一种引导的能力 因为当你做这个提示符的时候 发现说 为什么没有达到我原来需要的效果呢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要去耐心地想想 我是要多举一些例子呢 还是我需要把我的这个要求说得更清楚呢 还是比如说我要帮助它做推理 那我把我的推理的这个思路写得更加清晰 这样的话 其实有这样的新的这样的能力呢 就可以更好的把OpenAI 它的GPT这样的能力能够释放出来 感谢徐博士的分享 再请李博士 我们也来给一些建议给到我们的开发者 对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小建议吧 第一个建议就是说 前面也讲过 我们其实进入了一个AI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大家知道小米的雷军有一句名言 就是说站在风口上面 猪也可以飞起来 那么今天作为每个开发者角度来讲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说 我怎么能够真正地站在AI发展的风口 能够让自己在风口上面 然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有更多的方式 有更多的成长 我觉得第一点是说 我一定要了解AI说 到底AI今天 它的技术的热点是什么 它的技术的独特性是什么 那么这一点可能对很多的一些 原来做IT的或者开发者 可能会承担很大的挑战 因为AI的技术 从理论性 从复杂程度 可能跟我们原来的背景 或者原来技术上面 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在这里面就需要自己 克服自己的恐惧感 能够真正地去从新的角度 从新的理解上面 去理解和掌握这些AI技术 不一定真正是作为一个 AI的一个研究者 更多的是说 考虑到如何把AI的技术了解之后 跟自己所熟悉的领域 熟悉的技术 熟悉的案例 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行业中进行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是说 实际上在一个新的AI技术产生之后 很多的是你需要融入在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中 如何通过合作 通过开源 或者其他的方式中 大家一起共同成长 这个可能不仅仅是 针对每一个开发者 针对公司 针对行业都是这样 因为只有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合作 更多的开放 我们才能够 让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技术 能够在社会中 能够扎根 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 产生更多的案例 感谢李博士的分享 我发现就是 AI可能不仅仅只是一门技术 它有时候可能甚至是一门艺术 需要开发者 自己去做更多的探索 跟我们实际的生产 去做一些结合 然后能够去和自己熟悉的一些领域 结合起来 持续正能奔向AI 微软和英特尔在技术研究领域 一直在使用AI技术 不断做出积极向上的努力 做出对社会 对生态 对地球有益的贡献 并带来可持续绿色和向善的影响 感谢屏幕前所有开发者朋友们 和我们一同度过了一个 有料有趣向善的下午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 众生的地球 正如这个主题所表达的含义 地球是众生的地球 是每一个人的地球 也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每一个物种的地球 人类作为更加强大的物种 更加有责任去引领地球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未来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但我们爱地球 不只是发生在某一天 某一个月或者是某一年 而是应该融入到 每个人的每时每刻中 让我们延续技术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落实到每个人的自我行动当中 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到六月呢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 技术赋能的活动 非常期待和大家一同参与进来 共同行动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屏幕上 列出了非常多的活动 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 我们的官方平台 也可以截图保存 期待我们能在未来相遇 那么今天我们直播内容 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期待未来能和大家再次相遇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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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